哈囉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年獸的傳說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隻長期住在海地 很喜歡吃人 名叫年的怪獸 每到除夕夜 牠就會爬上岸作亂 到處吃人和動物 因此每到除夕這天 村莊裡的大人小孩 都要逃到深山裡躲起來 這天又到了除夕 主角村莊的村民紛紛上山避難 而村中有一個主角阿婆 他的兒子去年為了保護村民 結果被年獸吃掉 所以今年他決定 留在村裡對付年獸替兒子報仇 此時有個老乞丐一邊走進村莊 一邊拜託離開的村民 分點食物來吃 他的肚子非常餓啊 但村民急著上山沒人理他 阿婆就仍很好的跳出來 說要煮水餃給他吃 阿老乞丐吃完後就很感動的 說會幫忙對付可惡的年獸 還要阿婆準備一塊紅布和兩張紅紙 到了晚上 老乞丐就披上紅布 將兩張紅紙貼在門上 並在門口燒起他的主拐杖 那來到村莊 要作亂的年獸 一聽到燒竹子的爆裂聲 耳朵就好像被炸掉一樣的痛苦 然後當他看到老乞丐身上的紅布 以及門上的紅紙時 眼睛就突然像被針刺到一樣 痛得他在地上打滾 於是受不了的年獸 就很怕怕的落荒額頭啦 至於老乞丐嘛 則化成一陣煙 咻咻咻的消失了 原來他是玉皇大帝派來對付年獸 保護村民的神仙 隔天阿婆將這些事告訴下山回來的村民 所以眾人就決定 以後每年除夕 都要穿紅衣 在門上貼紅紙 以及燃燒竹子趕走年獸 到了現在 趕走年獸的這天 就被稱為過年 燒竹子變成放鞭炮 而紅紙上 則寫些吉祥話 成為了春聯 總之本肥在這 祝大家新年快樂 只要對這影片按讚留言分享 本肥就抽五位 各送你一張電影票 讓你開心去過年唷 喔對了 以上這些都是本肥的靈魂化作 有沒有覺得 你的靈魂受到洗禮了呢